嗨嗨,你好 我是Sarina阿姨 你想跟我一起读这本鸭鸭童书吗? 想啊 好吧 我们一起读书吧 这本书的名字叫 所有的狗狗都是好狗狗 尽管形状不同 大小不一 所有的狗狗都是好狗狗 这只狗狗很大 那只狗狗很小 哪一只狗狗有瘦有高 这只狗狗毛茸茸的 那只狗狗粗壮的 这一只狗狗又矮又胖 尽管它们的毛色和样子不同 所有的狗狗都是好狗狗 这只狗狗是黑色的 那只狗狗是棕色的 有些狗狗是米色或金色的 这只狗狗狗的毛 直直的 那只狗狗的毛 卷卷的 有些狗狗毛茸茸的 有些狗狗光秃秃的 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长相 它们都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所有的狗狗都是好狗狗 它们都值得我们的喜爱 读完啦 你喜欢这本书吗 想再读一次吗 想啊 再读一次 好吧好吧 我们再读一次吧 尽管形状不同 大小不一 所有的狗狗都是好狗狗 你看看这一页上面 有多少只可爱的狗狗啊 我们一起数一数好不好 一 二 三 四 五 有五个可爱的狗狗 这只狗狗很大 那只狗狗很小 哪一只狗狗又瘦又高 你找到 你找到那个又瘦又高的狗狗了吗 是不是这一个白色和黑色的狗狗 对啊 它长得真高 这只狗狗狗 这只狗狗毛茸茸的 那只狗狗粗壮壮的 这一只狗狗又矮又胖 你们看看哪一个狗狗在听着音乐跳着舞啊 找到了吗 是不是这一个粗壮壮的狗狗正在听着音乐跳着舞 对啊 尽管它们的毛色和样子不同 所有的狗狗都是好狗狗 你看看这一页上有四只很可爱的狗狗 尽管它们的样子不一样 但是它们还是很让人喜爱的哦 这只狗狗是黑色的 那只狗狗是棕色的 有些狗狗是米色或金色的 看这只狗狗狗坐着轮椅上 但是它还是好酷的狗狗哦 这只狗狗的毛直直的 那只狗狗的毛卷卷的 有些狗狗毛茸茸的 有些狗狗光秃秃的 你们在这一页上看到一个会开车的狗狗 所有的狗狗都是好狗狗 它们都值得我们的喜爱 你看看我们五只狗狗都带着五个不一样的皇冠 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谢谢你和我一起读书 你读得非常好 今天你能出出时间来学习 真的很了不起哦 我们下次再见吧 请记得订阅DuckDuckBooks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再见 拜拜